179标题是BAMBAKA 就是电剧人要人来军血说的话 说起来为什么Pochi打无法说的话 他只能在电剧的内心里正常说话 就以只出现两次来看 他都是模仿人类说话发出的女神 就很小还没两样 他的行为也很小 像是什么都想要塞进嘴巴 可是他在电剧内心里说话的思维又还蛮正常的 来个故事啊 电剧人上次喝了摔老恶魔的血后 修复了双手 他想要拉开关修复身体的下半身 但血量不够 他没有去吃摔老恶魔 却是爬到摔老恶魔身后 拿起地上的军邪牌子说着BAMBAKA 这一点点意思没有影响电剧人的行动 但他却没有去吃摔老恶魔 对Pochi打而言 只有一种可能会影响他的行动顺序 就是被人求救了 虽然我上次有讲那个工作人员的说法 也可以看成是向人求救 但我们还无法证实这点 难道Pochi打不会去吃恐怖耕耘的恶魔吗 还记得我有疑问过 Pochi打知不知道自己吃下恶魔会造成的影响 恐怖耕耘的恶魔所代表的概念被消除 这个世界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里实在是很难理解Pochi打的行动 除了被瘸了之外 他的一切行动都很没逻辑 虽然恶魔也说电剧人的脑袋是空的吗 连他都无法理解电剧人在想什么 优惹过来看到还以为摔倒恶魔抢了他功劳 阿萨看到电剧人那个样子就说 够了吧 你已经获胜了 优惹说还没 他要把电剧人变成他的武器 这样电剧人就与电剧分开 到时候他就能变回普通人 这样就等于实现Kika跟他们讲过的愿望 原来Kika是这样跟他说的吗 还是他自己以为这样做可行 说起来以前他不就是试过变化电剧失败吗 虽然这里是要变化电剧人 但他的能力好像对武器人类行不通 电剧跟Pochi打已经是一体 就算你认为其中一人是你的东西 另外一个部分你也无法拥有 还有他要怎么把电剧人认为是自己的东西 我明白他是想要让电剧人臣服于他 但电剧人没那么容易就认输吧 这里阿萨也对他说事情能那么顺利吗 优惹很坚决的说可以 说起来优惹在这里完全没有感受到衰老恶魔的危险 他以前也是这样 面对支配恶魔 饥饿恶魔都没有察觉到 反倒是同为四一式的支配恶魔 靠着敏锐的嗅觉直接就闻出电剧人的真身 这大概是作者故意的 像是当初就是作者为了要隐藏饥恶魔的身份 其实我当时也有疑问 他怎么没有察觉 原来战争恶魔本身洞察能力就还蛮迟钝的 阿萨开始害怕优惹 导致失去身体控制权 优惹为了毒味身体 假装说被阿萨害怕他会很受伤 优惹趁阿萨松懈后毒味身体开枪 但子弹在打到衰老恶魔前被停止 没想到衰老恶魔连空间都可以衰老化 他让子弹整个都慢下来了 这边也是第一次看到他的能力 这里能看到牺牲掉的手指变化的子弹 还是维持手指头的样子 还以为会变成子弹的外形 不过这里能更明显看出牺牲掉的是什么 可以注意到衰老恶魔的对话 他是在这个攻击过来后才知道是打向他的 也就是说他是在自己身边架设了一个衰老立场 让所有靠近他的攻击都会被停止 还有他直接就认出对方是战争恶魔 但优惹并不认识对方 看看衰老恶魔认识战争恶魔的前世 衰老恶魔触碰子弹化为杀 被他触碰到的东西还会再加速老化 他说竟然以为用这种东西就可以杀死我 为了要让电剧人还有战争恶魔可以好好跟他谈话 有必要让这两人好好成长一下 电剧人没问题 这里为什么连战争恶魔都说上了 虽然这里也是靠战争恶魔把电剧人打爬 但他要做的事情跟战争无关吧 还有他说的成长是真的要用他的能力成长吗 还是单纯要教训对方而已 前面我才说电剧人的行为跟小朋友没两样 这里被衰老恶魔调教后是不是就会变成熟 搞不好就可以说话了 衰老是最接近死亡的概念 如果要达到死亡恶魔 那是不是就必须通过衰老这一关 突然又觉得这不会也是KIGA的计划吧 如果打不到衰老 那就别说死亡恶魔了 她且压力 进来 说